玉里正知名的玉里面臭豆腐一直是旅人特地来玉里游玩的诱因 但是玉里正名代表张明慧在定期大会上咨询政公所 认为让游客留下来的观光诱因少之又少 希望公所能够将玉里目前有的观光旅游产业统统串成一条线 变成大亮点 多一点诱因给游客留下来 也留下更多商机给玉里的在地商家 玉里正知名的玉里面臭豆腐一直是旅人特地来玉里游玩的诱因 但是玉里正名代表张明慧在定期大会上咨询政公所 认为让游客留下来的观光诱因少之又少 希望把所有我们今天玉里有的农色产 有的景点有的产业整个串联起来 你要把它当成为什么你要讲的两天一夜 你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能力让人家 有什么幼因让人家可以来住两天一夜 还是吃吃玉里面吃吃臭豆腐就走了 玉里正常公文君说 这也是玉里正正在着手努力的地方 未来希望观光所能够为玉里正做更多相关于推广行销农业的部分 张明慧目的就是希望公所能够将玉里目前所有的观光旅游产业 统统串成一条线变成一个大亮点 多一点诱因给游客留下来 更多商机给在地的玉里商家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